去床了 昨天晚上水汽很大 我不知道外面的雾散了,昨天晚上起大雾 这是要变天啊 今天这个天灰蒙蒙的 感觉马上要下雪 不会 今天下午就要下吧 晾一下帐篷,帐篷上还全都是水 装备都已经收拾好了 出发去平渡市 回家全城还有261公里 从今天开始又开始降温了 冷空气又来了 明天大幅度降温好像是 今天明显能感觉出来有一点点冷 从今天开始 前面 中山 快几年 放寒假了 全部都是接学生的 太多了 都是车子 吃点东西 饿了 哎呀 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 30块钱有水饺 料饭 这有多少个 应该有全新30个吧 梦若有咸菜 挺好吃的 蘑菇韭菜肉 吃手工 味还可以 儿子 箱子 1个 2个 据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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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前往高密 还有50公里 你说这个天 他要下雨 他就赶紧下 他要不下 他就赶紧晴天 天天阴晴晴的 就没有个晴天 好多卖特产的 刀鱼 还有霸鱼 都置办年货的现在 我是不是爷的赶紧回家 置办年货 马上小年了 再等个三两天吧 说下雨说下雨 这回是真下雨了 小雨 这个雨很细 看见手机上的水滴了吗 但是地面 全部都已经打湿了 今天晚上最低温度零下5度 降到零下以后 要是还下这么小的小雨的话 就下成雪了 这是一准的 这里是交来河 平度和高密的交接处 已经顺利到达高密 还有23公里到市中心 我看今天有可能会到高密市中心吧 我的衣服 全部被雨水打透了 全部湿了 今天晚上 看看要不然就去住店 住店的话把衣服什么亮一下 要不然要是湿的的话晚上亮不干 会很冷 今天晚上还会降温 我看高密现在这边的温度哈 今天晚上雨有几度 零下4度 还行 不是太冷 但是今天晚上会下雪 雨加雪 到凌晨的话就完全下成雪了 明天早上肯定是遍地白茫茫的 多密的雨下的大呀 比来的时候要大不少 还有几公里吧 还有10公里 再有 大不了时差不多到了 要再来一会我感觉都能捏出来水了 希望是羽绒服没有打透 到站到站 这里是高密的火车站 在火车站旁边住 今天晚上 订了个酒店 50块钱 他家房 进去看一下 我得先 看看有没有地方放车子 车子放这里 冷着不行 最好是能找个避雨的地方 把车子推到后面的铁铁场里面有个车棚 有一个小铁棚 这个车都停满了呀 我得停这边 不知道爱不爱路 我还要用雨布散一下 不散的话可能要淋着 反正是稍微能避一点雨 总比放外面直接露天能要好 东西拿一下 需要的东西 应该也没有什么拿的 就拿个充电的电源包应该就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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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这么多房间 转迷糊了 一个小的标准间 一个洗澡间 晚上可以洗洗澡 双人床 我没订单人大床 单人大床的 看那个房间好像很小 这个房间其实也不大 标准间还行 它价房这个是52块钱 我得把衣服脱下来 晾一下 湿透了 把空调开开 至热 20 30度吧 让它吹一会热气 等一会干一干这个羽绒服 估计半个小时差不多就干了 今天切了60公里 还有200公里 就回家了 出去逛一逛 吃饭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38元自助大骨头 今天还是吃自助餐 锅底10元 压金20 我直接吃骨头 不要锅底10块 现在压金没有了 餐具2块 餐具1块 不就41 41 可以吃这大骨头就行 其他的看了一下要锅底的话 都是吃这些 我也不大想吃这些丸子呀 什么的 其次还有就一点蔬菜 这个凉菜是免费的 这边还有一点 这个 水果 拿瓶跟啤酒 其实这些都用不到 有个堆的就行 来点粘料 芝麻酱 芝麻酱 糖 盐 这样 这应该是香油 这啥 看必须用这个字 看必须用这个字 这啥 看必须用这个字 就用这个吧 芝麻香油 来一点点合油 这应该是花生碎 行,就这些吧 来一点点凉菜吧 就这个 木耳 下面是海带是豆腐皮 豆皮来一点 上面也是都一样的 不要了,就这些 把骨头上来了 还行吧 这里有管 西户洞 出道了 出道了 嗯 嗯 哇,上脸有点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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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可以 肉煮的很透 还行 晚上十点钟了 吃了将近小半分 不行太香了 走了 走走走 这会又不下雨了 地面全都是湿的 今天晚上不知道还下回下 哦 还漂 很细很小 特别小 应该没有什么大雨 别说还挺冷的 有点湿冷 特别吵 高密这边的话 离海边很近 往东面走的话 就到青岛市区了 高密就青岛的市区 所以说 叫入湾嘛 湿度就比较大 这边雨水也比较多 拿两瓶空心水 多少钱老板 两块一瓶 两块一瓶 嗯 好 好 回去休息 好 好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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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睡觉了,明天是前往周城60公里 还有200公里吧 过了微方以后还要到 举县 日照的 过了举县以后就是人移 快到家了 坚持一下 今天的话应该 我看这个天应该不会下雪 明天应该是正常出发 只是有点阴天,好像是后两三天 也有点冷,因为下了点小雨嘛,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早点休息,明天 尽量早点到目的地吧 不要这么晚了 明天见